上集我們教大家避免藥物雙蔥 而今集我們會講一下如何用中藥保身 以及有什麼禁忌 我們一起問問崔博士 Dr.崔,不少慢性病患者 例如三高人士都很想吃中藥去保身 經常看這件事都說人心很保身 我想知道人心裏有什麼成份對我們身體好 人心最主要的成份是有三十多種人心藻代 以及有多種人心多糖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成份 例如有輝發油、生物鹹、微量元素、維生素、按基酸等等 人心是一個大補元氣即是可以補氣的藥 在三高方面我們可以分三個方面去了解 第一,它有強心作用 它加強心臟的收縮力 令到減慢了心率 那些血管就通暢一些 血流就改善了 在這方面人心有行氣活血的作用 即是那些氣可以推動到 第二,有抗心肌缺血的 它令到心臟、肌肉的血流量改善 微循環改善 肝臟、肝臟動脈擴張了 那公血就多了 另外還有一件 在血壓方面 人心對於血壓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因為它能夠擴張那些血管 特別是外周的血管 令到血管通腸 它在降血壓方面 它是有一個雙向的調節作用 小劑量的人心就是升壓 大劑量的人心就會降壓 那剛才說了人心可以升降血壓 那如果我們西藥 吃著一些血壓藥的話 會不會有些什麼問題 人心它活血和會降壓 那如果我們吃著一些西藥 都是有降壓的 也都有薄血活血作用的東西 那我們當然要留意了 就不要讓它們產生一些 過度的協同效應 令到血壓就降得太低了 那人心對這個心臟都有益處 那吃著心臟藥的人 有沒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對於那些吃著 叫羊地和心臟藥的病人 那我們要留意 它會可能產生一些副作用 包括那個病人會覺得 肌肉無力 惡心、嘔吐、肚痛、肚瀉 甚至可能胸患心肺等等 那這些我們是要留意的 那Dr.Chair 除了剛才那兩類藥 還有沒有其他藥都要留意一下呢 譬如有些病人 在吃著一些免疫抑制劑 譬如Cyclosporin 或者吃著一些雷固醇藥物 同時吃人心的 都有些要留意的地方 恐怕藥效相沖之下 就會產生一些不好的副作用 包括血壓升高 免疫力下降 那些人胃口出奇地好 吃多了東西 水腫 甚至失眠等等 那所以是否有慢性病 例如三高人士 其實都不建議他們吃人心去補 通常就要看體質 如果可以從中醫角度 你真是氣虛的 要補的 需要的話 很弱的時候 就真的要吃到人心 但是就要留意藥物相沖 不過 就算你不是有慢性病 一般的人 我們都不會建議 他長期大量服食人心 因為為什麼 可能會產生一種叫做 人生濫用綜合症 一個病來的 都是一個病來的 就是長期大量服用 他有什麼表現呢 個人就會表現血壓會升高 喉嚨經常有一些刺激感 個人很煩躁 會出皮疹 有時有些叫神蛇 一早就要吐蛇 腳腫 在情緒方面 亦都有一些變化 特別大部分人 會出現一種叫欣慰感 就是經常嗨嗨地 大麻等等那些感覺 但亦都有人會抑鬱 如果是這樣的話 人心是否有些人是不應該吃呢 有多少類型的人都不能吃呢 特別有幾類的人士 都不建議他吃人心 終於有一句說話 笑不食心 笑是少年的笑 即是十幾二十歲 不單是十幾二十歲 三十歲打客 不是有需要 我們都不建議吃 一個這麼猛力的人心 特別是兒童 如果過早吃人心的話 怕會產生一些性祖術的現象 這個不好 第二就是一些偏熱性的問題 譬如說 有些就是熱性的喘咳 或者痰熱 痰很黃 那種肺熱現象 亦都不建議吃人心的 第三種就是 任去火黃的人 經常犯犯燥燥燥 好猛 經常覺得五心犯熱 那些人不建議吃人心 還有一種很容易失眠 是凡躁失眠 那些人亦都不建議吃人心的 所以人心都是適合一些比較虛性 或者寒少少的人 適合去補的 虛寒 氣虛 不夠氣 氣血都不足的人 才是值得吃人心的 除了人心之外 我都知道中藥 亦都有些太子心 黨心 這些藥會不會比較好些呢 相對人心來說 人心是很盡猛的藥 那這些藥就很平和 尤其是太子心 太子都吃不壞 那黨心亦都很平靜 有是症就用是藥 即是你真的想補氣 那你就用下這些太子心黨心 我們中醫臨床很多時候 本來古書是要用人心 我們現在都用了黨心來代替 所以你只要在中醫理論指導之下 而身體有這樣的需要 那你吃這些是沒問題的 所以最重要是適時或適當去補身 沒錯 那你有沒有說我們吃這些心 是需要何時吃會更加好呢 通常因為人心會提氣提神 所以如果你睡得不好 千萬不要在晚上喝人心湯 或者吃人心 最好建議就是上午 休息一下 有些觀眾都會問我們 究竟三高人士是否可以補腎 但他又怕吃完西藥再補腎 又會傷腎 首先我們要做一個簡單的定義 中醫理解什麼叫神 中醫的神不單止在我們腰後面 兩個用來做排泄的器官 中醫的神涵蓋了幾個方面的功能 第一就是我們身體內分泌的功能 第二就是我們的植物神經系統 交感、腐加感神經系統大家的平衡協調性 第三就是我們的水液電解質 代謝功能 以及涉及這幾個功能方面的調節機制 這個就是中醫所理解的神 如果我們要補有虛 補腎就是神虛 無論你是腎陽虛、腎陰虛、腎氣不顧 腎精規虛等等 又或者你涉及另外的狀腐 例如皮腎兩虛、心腎陽虛等等 總之你有虛我們就可以補了 但要分清楚是什麼虛 最重要是辯證論自體 沒錯 根據中醫的臨床指導理論去補 那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們要補就要針對性 有些人說我虛不受補的 其實沒有這回事的 你虛就要補 只是看你補得對不對 射不射中那個紅心 補的時候我們也要留意 進補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不同的程度和進程 有些叫進補補得很猛 人心的就是大補 有些是輕補、換補 甚至是清補 譬如我們吃清補糧 裡面的藥材就是輕輕補 我們要分清楚自己的體質 自己的情況 而進補就沒錯 另外進補的時候也要留意一點 進補有些禁忌的 譬如你身體有愛感、有感冒 或者你是一些很實性的體質 經常都很壯實、很熱 經常滾到出汗、很煩躁 這一類就不應該補了 否則中醫有句說話叫做 閉門流扣 即是那些賊進來 用山埋門給他 讓他混在裏面 任他在裏面玩 這個我們只要留意 所以裏面有嚴症的人 再補就真的要困住那些賊 要清補才補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中藥都比較溫和 隨便在街上買一些中成藥 都可以補新的 這樣的想法對不對? 不單止中成藥 很多補健品裏面 都是含有中藥成份的 臨臨種種 每個人都說自己的 療效一定是很顯著的 使用這些補健品 也好、中成藥也好 之前一定要清楚問一下自己幾個問題 第一 我是否真的需要這些食品 第二 這些食品配不配入我自己的體質 第三 究竟我現在在吃三高西藥 或者其他西藥 吃這些會不會有充足 這幾個問題一定要清楚 自己不清楚 不問一下專業人士、醫師、醫生等等 我覺得這樣比較穩陣 如果你有條件 你可以在使用這些補健品 或者中成藥之後 一段時間 你就去做個身體檢查 一方面 就看看可不可以有它聲稱的療效 譬如說是否血壓降到 血糖是否可以降低了 膽固醇是否受控 另一方面 看看這些藥物 或者這些補健品 會不會對身體造成一些損害 肝功能、腎功能、做血功能、小便常規等等 可以做出來的一目了然 今天謝謝Dr.Chir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健康資訊 如果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如果喜歡今天的這條片 記得分享給朋友和訂閱健康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健康資訊的分享 就可以訂閱我們健康媽的頻道 按這個鈴鐺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